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12月16日 星期六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資訊 先講講最新的天氣預測 天文台特別呼籲 估計未來的溫度都跌得比較急 最新的天氣預報如何 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邊雙也講講各大的最新熱話 話說近來有個小紅書的女子 在香港留意到 有一些非常年紀大的老人家 繼續工作包括渣小巴 他寫下自己的感受與觀察上網過後 網友大多不認同他的看法 究竟是怎樣的熱話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外也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老友基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寒冷天氣警告生效 最低氣溫12度 看感溫度更加低 吹清淨不風有幾陣雨 報導的內文看到 天文台在今早早約末7點鐘 發出特別天氣提示 只受到冷風相關的冬季季後風影響 本講今天氣溫將會顯著下降 今晚和明早市區最低氣溫 約摩只有12度 新界最低幾度 由於風勢頗大 風寒效應顯著 身體感覺的溫度會較實際氣溫為低 市民請留意天氣變化 注意保亂 天文台又說 一度冷風正環過廣東沿岸地區 與其相關的冬季季後風 將會逐漸影響該區 只望明早天氣寒冷 隨後一兩日早晚仍然相當清涼 下週中期天氣降噪 早上寒冷 以上連至星島日報的報導 天文台發出特別的天氣提示 估計今晚到明早早的溫度 都會相對地跌得急些 和比較冷 最快都要去到星期一二 有機會回升少少的溫度 下週中期繼續 一直這樣溫度 各位網友多加 留意天氣變化 因為溫度一旦跌得太急 對老人家的身體 影響是最大的 另外也講講各大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導 汪雪有個小紅書的女子 就見到 坐小巴的時間 那個司機是一個老伯 小紅書女子拒絕悲觀 大談這個老年就業的好處 不過看來網友就不太認同 報導的難民提到 這位司主在小紅書表示 日前見到香港政府針對長者的措施 其中一句標語類似是變老也可以活得精彩 加上他也見到一名老翁駕駛小巴賺食 形容被香港小巴 這一幕是觸動到 一時之間 難以說清感受 事主經整理過後 認為不少人覺得 老年人因為貧窮 而繼續工作 但他覺得至少不限年齡 給窮人提供工作機會 是一件很好的事 不至於走投無路 伸手要拿錢 明白有人覺得社會福利不夠所致 但他就說個人覺得 這是必然存在的一個群體 沒有哪個地方能消滅貧窮的 根據觀察 事主從小看見老年人都會感到焦慮 就說擔心自己有一天會變老 也都會被社會排除在外 但香港對年齡的包容度很高 就說只要不違法不違規 這樣的話大多數的情況都會一視同仁 緩解他對年齡的焦慮 鐵文引來不少網友熱烈討論 很多人都不同意這位小紅書女子的觀點 嘲諷年青人究竟是有什麼動力 驅使你這麼老都要工作 是愛還是責任呢 其實是窮 也都有人笑 原來因為我們悲觀 看不到老年就業帶來的好處 也都有人關心老人家駕駛小巴的問題 就說為什麼年紀都這麼大 都繼續開小巴呢 不考慮安全的嗎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網上的最新熱話 話說這位小紅書的女子 古的內地人 就在香港觀察到 有個可能八十多歲的伯伯 繼續開小巴 於是他第一個想法 就不是伯伯沒有錢 而是覺得伯伯想打工 於是香港有很多工作機會給不同的人 不過絕大部分的網友都不認同 就認為老人家要繼續出去工作 是因為窮 即是說沒有錢 當然這個跟香港的社會福利制度 和退休保障有很大的關係 不過這個小紅書的女子就說 不是喔我覺得老人家 可能你問他的話 他都想繼續出來工作 不過礦者就認為都未必 若然那個制度做得好一點的話 就未必為了打風流工而出來就上班 有很多老人家 其實可以退休都不知多想退休 不過守庭口庭 在香港超過一百萬人是窮的 沒有辦法 於是年紀多大 甚至八十多歲都可能繼續開小巴 或者做一些工作來戶口生活 另外也都轉體0日的大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話說太子波蘭街超過60年的老店 永俠龍飯店 說的炭腦是燒豬搶火 報導機內就提到 太子波蘭街有一間怪有招牌 乳豬燒立第一家 開店超過60年的老字號餐廳 永俠龍飯店 在今天下午12月16日發生火警 下午3時警方和消防接報 子波蘭街的永俠龍飯店起火 消防到場把火救出 現場消息說 今天下午飯店裡有蕭美師傅 用炭腦燒製一隻中型乳豬期間 懷疑爐火意外點燃爐邊的油漬搶火 導致整個爐都著火 火勢猛烈 飯店的東主曾經試過救火 不過不成功 於是馬上報警求助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據報這間60年老店 很多人都幫襯 周潤發發哥都有去幫襯 據報今天下午的時間燒乳豬 突然之間搶火 曾經救火不成功 最後麻煩消防員到場救火 另外亦都講講這些消息 根據經濟日報的報道 有關美斯訪講的 主辦單位就說 非官方的平台買票的話 或者無法入場的 另外現場轉播安排 稍後會公佈的 報道機內文提到了 球王美斯 和他所在的美職球隊 國際賣阿蜜 將會在明年2月4日訪港 踢表演賽 昨天開授門勸 全職在一小時內賣光 網上有部分的黃牛票 炒貴到一萬九千元兩張門券 主辦單位提醒球迷 切勿從任何非官方的途徑 來買票 以上來自經濟日報的報道 講到明了 若然不是在正式的官方網站 買票的話 就未必能入場 當你是買了黃牛票 到時不知道用什麼方法 可能是你買了票 好貴也好 到現場就不能入場 另一邊商 雖然大會沒有講到 如何能夠篩選和辯認 那個人是否買黃牛票 但說不定有自己的方法 另外轉播的安排 稍後也會公佈 例如是否在電視上有得看 這個還要有待大會 進一步公佈 另外也都講講這宗好人好事 根據HK01的報道 話說有個爸爸想補購 即是買10年前牛拆鍋的餐具 背後原因極為窩心 據報牛拆鍋的老闆 黃潔龍相助 報道幾乎 看此平平無奇的物品 對主人來說 可能有非比尋常的意義 在香港經營牛拆鍋的 最福留主席 及行政總裁黃潔龍 在Facebook專頁表示 日前收到一名 非常好的爸爸的私信 對方竟然想買回 10年前出產的牛拆鍋的池巾 原來對方一家是 牛拆鍋的忠實湧等 早於2015年 那時候就換了這個 牛拆鍋和Melody 合作推出的餐和池巾 多年以來女兒愛不惜手 一直小心使用 甚至到英國都帶上去 怎知近日不小心 掉爛了這個池巾 所以她為了女兒 而希望能夠補購這個池巾 黃潔龍和同事了解過後 終於找到該套的陶瓷餐具 少賢說沒得賣給你 送給你就行 甚至手寫字條 多謝對方榜牆 形容和顧客建立多年的關係 是的 那網友紛紛帶著黃潔龍的舉動 留言指好有愛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